网红Toys头顶有好大的伤口 血流不止沾染到法司 立即到医院包扎治疗 警察上坐的人正是Toys 全程低着头 头上还包着纱布 眼上似乎还有鞋鸡 才刚从医院出来 直奔派出所做笔录 东森新闻独家拍下 至于超哥则是被以准线行份 逮捕送办 由于他拒绝夜间偵讯 将等21号一早做完笔录 移送递检 事实上两人的恩怨 从去年就开始 比起一般的咸酥鸡 要稍微再劣直一点 够都不是 真的非常非常的难吃 直接批评餐点 甚至还拍影片指控 店员疑似投倒废游 当时引发网路舆论 两人战火就此开始 大家如果对超派炸鸡 有所误解的话 我跟文哥在这边 郑重跟各位道个歉 不好意思 我们会诚心认错 双手合十 诚心道歉 不过Toys在之后 也不忘开直播嘲讽 你说我的炸鸡口都不吃 只有你的炸鸡好骂 那你还骂我 你还要干我的本事 我没有骂你 怎么可以这样呢 我那有骂 我现在不是在谢谢你吗 两人还曾经上演大和解 没想到才没多久 现在两人再度爆发争执 Toys头顶缝了好几针 并透过律师表示 身体还是不舒服 会在前往医院做其他检查 通知新闻台北报道 这起案件要从昨天晚上 一场直播来说起 当时是网红Toys Lee 他开着直播 到一个全台号称 他最有钱的YouTuber 超购的餐厅来用餐 那当下呢 Toys Lee他是在直播说 中说了 这个醋饭好像不太好吃 甚至说还要批评 说其他的菜色也都不太优质 那当然Toys Lee他说的这些话呢 都直接被直播出去了 这惹得餐厅的经营者超哥 非常不满 所以呢当下他们双方 是到餐厅外的时候 一样在讨论说餐厅用餐的状况 没想到超哥他先是动手出拳 不打Toys 那Toys他当下呢 是说他感受到非常多人在打他 那经过警方调阅监视器发现呢 其实Toys他旁边有为了八男一女 那其中呢除了超哥他有动手之外 还有超哥的另外一个朋友 又出脚来打Toys 所以Toys他现在的伤势呢 他的头部有十几公分的缝针的伤口 那甚至他的胸部背部等等呢 都有一些伤势 所以目前的最新进度是Toys说 他要委任律师提告超哥 包含四条罪 什么罪呢 伤害罪 杀人未遂 还有恐吓违反组织条例 等等的这四大罪 就是要控超哥来控告他说 怎么我去你餐厅直播 你怎么就动手打我们呢 那其实针对刚刚这件事情啊 超哥他昨天晚上呢 一整晚都在警局睡觉 都在警局没有回家睡觉 他当下呢 从这个刚刚八点半 被送到分局的时候呢 是问他说 他身为一个YouTuber 竟然在直播中动手打人 有没有要对社会大众道歉 有没有要对Toys道歉 不过超哥他全程都是不发抑郁的 那么目前Toys他已经出院了 他会不会他今天有最新的司法动作来提告呢 和后续将持续为您掌握 以上要向最新代表镜头交换棚内 刚刚一来的时候看到就是 超哥已经正在做 做演 然后有在骂他 那你就不要扯什么国籍吗 今天一个美国人来试 会不会靠北他 讲什么啊 你是愁中是吗 还是怎么样 我搞不懂 为什么要扯不可惜 我之外吃个饭 然后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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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行了 椅子在那边 我们这是第一现场 第一现场 你有在看椅子的椅子 对 很少 里面做的时候 气氛就不对了 我们刚刚 我可以解释一下 我们刚刚一来的时候 我们游戏大伦豆小编 解释一下 要拍小编吗 我是游戏大伦豆小编 腹肌腹肌 我们刚刚一来的时候 看到就是超哥已经正在揍 Toyce 然后有在骂他 然后后面的话就是 他没人把他拉开 然后警察到现场 然后现在就是 Toyce 坐在那边 好 所以是刚刚我们游戏大伦豆小编 帮我们换 这一次也很有可能是我 最后一次的直播了 我不知道我还有 还没有命 我很累 拍到油渣不是我的本意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 突然 我惹到一个有钱 他又不有 不要命 手手里还有刀的人 我到现在还觉得很不舒服 我恐慌症发作了 吃了很多的镇定剂 他说他有钱 但他又不要命了 我踢到铁板了 靠X 我只是不小心拍到那个油渣而已 我现在要死了 害怕 什么意思 要买枪手打我 这就是有钱人的格局 做了一件不好的事情 被人家讲出来了 就给他死 我告诉你啊超派 你最好祈祷 我这阵子 没有其他人来找我麻烦 如果哪天被砍了 被打了被杀了 全部都算你头上了 我告诉你 遇到铁板了耶 我告诉你遇到疯子了 我看你笔录要做到什么时候啊 光是这边文章 我就看得出来 你他XX恐吓我啦 什么意思 做人心中要有佛 手里要有刀 什么意思啊 手里有刀 那我自然内心会脑补出很多画面 你知道吗 傻 对不对 什么叫做手里有刀 拔刀的时候 不留余地 走心的时候 不留余力 操哥 能不能把这段文章翻译一下 你直白一点 你说你要砍我 我要砍死你 看到这篇文章的时候 我都会失眠 我都会怕 我跟各位坦白 跟各位报告 在我入狱之前 可能到处吃吃喝喝 把还没体验过的体验一下 但是 我当我看到这篇文章之后 在昨天的下午6点20分以后 我突然觉得 我的世界崩塌了 我变得再也不敢出门 我对于生活的一切 都极度的敏感 我觉得很多人想要来害我 我觉得好多人 好像想要处理我 我甚至昨天晚上 我恐慌症发作了 恐慌症的时候 就是突然眼前微一黑 然后你会觉得呼吸不了 你要手脚冒冷汗 我昨天在晚上6点20分 超派人声发出了这篇 超假主的文章之后 恐慌症持续了超过一个小时 吃了很多的镇定剂 我吃了很多关于精神上的药物 我才能够镇定下来 今天开始播 我很累 拍到油渣不是我的本意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 突然我惹到一个有钱 他又不有 不要命 手里还有刀的人 我回想到昨天恐慌症的时候 我到现在还觉得很不舒服 就是我希望各位可以 可以记得我 这一次也很有可能 是我最后一次的直播了 我不知道我还有 还没有命 可以继续娱乐大家 毕竟我遇到一个有钱 又不要命 手里还有刀 非常的可怕 而且他不会留任何的余地 我跟各位坦白 跟各位报告 看到这篇文章的时候 我都会失眠 我都会怕 我变得再也不敢出门 我对于生活的一切 都极度的敏感 我觉得很多人想要来害我 我觉得好多人好像想要处理我 曹哥 对不起 希望你可以原谅我 是故意的 我不应该在影片里面说 狗都不吃 有创作者去拍 发现狗是会吃的 对不起 对不起 希望你可以原谅我 我从今以后 不会再讲出这种谎言 这种未经证实的谎言 曹哥对不起 希望你大人有大量 可以原谅我这个社会底层 曹哥对不起 这场直播 我可以什么都不说 我可以在这里跪到 你来我的频道留言为止 说原谅我为止 曹哥对不起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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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